高端人才通行证的计划 推出到现在大概三个月 已经近12000宗获批 政府正进行中期检视 包括考虑加入更多的内地高校 去年底推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 容许合资格人才 无需要先获聘用来香港发展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咸 在报章责文 说截至上个月底 接获超过2万份申请 申请数字一直以每日 平均200宗以上平稳上升 形容受爱的人才欢迎程度远超预期 超过一半有至少三年工作经验的 白强大学毕业生 2成7小于三年经验 当中超过一半毕业于亚洲区大学 而过去一年年薪达到250万的高薪类别 占大约2成2 获批的申请中 30岁以下的大约占一半 超过9200人 拿了签证已经来到香港或准备半年内来港 计划之下都批出大约8000多个受养人签证 其中高薪类别每个获批的申请人 平均会大同1.46个受养人来港 孙玉咸说引入的人才 他们的家人也会成为一份子 贡献香港 又提到内地高校发展迅速 除了吸纳入选白强大学的内地院校毕业生 也会参考国家权威性的高校名单 当局正是进行中期检视 包括考虑加入更多国内外优质学府 孙玉咸又说 已经简化一般就业政策 以及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的程序 雇主申请输入人才之前 如果属于清单上的专业人士 无需先证明本地招聘有困难 入境住至今收到超过330个申请 并且正是展开人才清单检讨 目标月底前完成 梦仙女士记者 侄愿文报道